由陆军某重装合成旅联合地方组织开展的一场主战装备承舰制跨海投送演练 从某程度上讲就代表着一种提升我军跨海投送能力的全新途径 此次承舰制的装备投送演练之所以能够如此引人注目 主要是因为承担运输任务的并非是我们印象中的两栖作战舰艇 而是这艘名为长达龙号的汽车滚装民船 据相关资料显示 该船总长140.5米 行宽24.4米 满载排水量达到了2万吨级 早在长达龙号设计之初 其实就考虑了军民两用的要求 这艘2万吨级的汽车滚装船进行了专门的优化设计 具备了承载重型主战装备的能力 该船不仅内有八层载车甲板和直升机起降平台 同时还预留了指挥舱室和军用通信设备接口 各种配套极为完善 也正是得益于这个具有极强装载能力的平台 长达龙号据说可以做到一次性快海投送两个满边的机械化步兵营 单纯就重型装备的装卸能力而言 这艘汽车滚装船完全可以与同为2万吨级的071型综合登陆舰相媲美 自正式交付使用以来 长达龙号曾多次参加过游军队组织的时兵时装投送演练 期间取得了极为优异的表现 当然除了运力强劲以及具有更高的舒适度之外 长达龙号这种军民两用的运作模式具有着极为重大战略意义